里面有两根骨头 趁着没打马赶紧看吧 谁身上有生死有命 富贵在天呢 大家好我是金娜萌子 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来自DAMToys 一个非常经典又有个性的系列 叫做黑帮王国系列 我大概在今年8月份 有介绍过黑帮王国系列的草花尖 就是北野武的那个造型 草花尖应该已经在扑克牌里算一张大牌了 但是今天为大家带来的呢 是我觉得比草花家还要大一号的黑桃尖 不过我对于这种同样的牌面 但是花色不同 到底大小一样不一样也不是很确定 所以大家要记住 这也是黑帮王国系列一个大人物就好了 黑桃尖的主体就在这个大箱子里面 它之所以外包装会这么大 是因为里面有一个配件非常的巨大 但是吧 就这个配件我不知道到时候能不能给大家展示 因为挺血腥暴力的 这里还有一个小盒子 里面装的是一个杜冰犬 和这个黑桃尖还是挺配的 不过需要单独购买 来首先看这个封面像谁 说实话我认不出来啊 不知道有没有能人意识可以认出来它是谁 给大家三个提示 第一 70年代生人 第二 足球明星 第三 娶了一个天后老婆 好了 我觉得这已经不是提示了 就是告诉你它是谁了 那接下来我们就拆它吧 狗比较简单 这次咱们先看狗 是一只西装暴徒狗 哎哟 去 不会现在就要打马赛克吧 好吧 这个角度不用打马赛克了 大家知道就行啊 这个盒子里是一个杜冰 一个狗粮 在视频的后半部分 我会把它当成配件 再给大家详细的介绍一下 接下来我们看这个主体里面装的是什么 一个黑条胶的扑克牌 这个就像我们人物主体本身了 漫画书 替你们看两眼 因为我从来不看漫画 而且应该是从这边看吧 大家感受一下这个画风吧 就是那种美漫风格的 看到这一层终于看到人物本身了 穿的还挺整齐 应该不用我再给他穿衣服了 可能之后我要给他脱衣服了 这是手型 这是武器 大斧子 我的天哪 各种武器 而且都是这种冷冰器 很酷啊 然后一把 这一大坨是什么玩意儿 好像不是什么好东西 这一层真的是挑战底线 我就不介绍了 你们就看一下 我也不打码了 我觉得就这么看还行 但是如果要特写的话 估计就不行了 这个是一个绞肉机 产品的默认状态 已经穿戴的整整齐齐明明白白 里面是正装三件套 但是没有西装 只是一个马甲 外面是一个驼色的大衣 刚才我把这个人偶从盒子里拿出来的时候 发现他身下还压着一件衣服 所以这个人物至少可以拗出三个造型 看一下头雕 标准的黑帮王国发的头雕 美漫脸 如果你现实生活中认识这个人 或者说知道这个人 你肯定能够脱格而出他的名字 没错 他就是小辈 我觉得从发型 表情 还有这个胡子 我就可以判断出来他是谁了 可以看一下他这个脸 黑帮王国系的脸都是这样的 很硬汗 然后棱角分明 脸上的纹理是这种大线条了 没有小线条了 所以这种头雕呢 就是你设计的好看就行了 然后涂装方面 我认为是相对简单的 现在我们看的是他这一身服装 先看最外面的 是一个毛泥大衣 但是摸起来他不是毛泥的 因为没有那种融融的感觉 其实就是一个纯棉的感觉 然后它是有纹路的 这里可以看得出来 是有这种斜纹的 这是哪种针织法 我不是很清楚 里面是有衬的 边缘缝制的也很清晰 然后这里有铁丝 随便你给它凹造型啊 飘起来都没问题 这个衣服你是可以给它 系上的 因为这里有小扣牙 但我觉得系上以后 可能会没法 丢点土 所以咱就不系了 整个的腰间 没有一个贯穿的皮带 也就是场着穿会比较卡 我看 然后这个衣服最大的特色 就是它有一圈皮草 当然肯定是假皮草 摸起来有点像那种 长毛的毛红玩具 你如果你家里有毛红玩具的话 就能理解它的质感了 现在我要把它的外衣脱掉 看看里边穿的是什么 里面这件就是标准的西装暴徒嘛 因为结合它的人设 毕竟是黑帮题材 而且它还是个很残暴的人 在配上这么一身衣服 有点道貌岸然 这件衣服就特别的合身 量身定做的感觉 你从它马甲的线条上 就可以看出这个人身体的曲线 而且到了BOSE级的黑帮帮模模成员 基本上要标配这种正装 近距离的看一下它里面这件衣服 我这么看过去 我觉得它有点头大 配上这个小身体 是不是有点脑袋大 脖子粗的感觉 而且呢 感觉脖子有点短 或者说它这个衬衫领子 稍微有点大 所以显得比例不是特别帅 然后它这里面呢 是穿了一件纯白色衬衫 这里系着一个有暗纹的领带 整个的上半身还穿着一个特别合身的马甲 这个马甲没有做成前后的异色 就是同样的材质 同样的颜色 唯一的点缀就是这里有一个小手帕一样的东西 但是拿不出来 还好拿不出来 拿出来就容易丢了 这里爱马仕的皮带 再下面 纯黑色的裤子 这裤子挺薄的 但是呢 我觉得还好 至少不起准 然后脚上穿了一个挺复古的皮鞋 而且它还有一个袜子 这个袜子不是做成那种皱皱的感觉 就是很薄很细的 连在小腿的地方 我们接下来继续给它脱衣服 因为它这个马甲是有按扣相连的 所以就是这样 四个按扣 依次给它解开 这可能需要用点力气 因为还挺费劲的 那为什么要一直给它脱衣服呢 首先它素体是有纹身的 我们知道小贝本身就有很多纹身 它自然也少不了 第二就是 它还有一套衣服可以换 我们来看一下 它这款产品的纹身 我不夸张地说 我近三年来玩过的 所有黑帮文国系列里面 它的纹身是最多最复杂的 而且现在大家看到的 只是它的正面 背面还没有看到 我们先看它正面有什么 这应该是它帮派的标志 这是两个小鸟 就正中间是一个 就是忠诚的样子 好像是对爱情忠诚吧 可能是这样子 然后左右各有一把剑 只不过呢 这边是绑着树叶柳条一样东西 而这边像是 好像一团火一样 这个我也是瞎解释 我就是看到什么说什么 因为确实不知道出处什么 但有一个出处 我是一定知道 就是生死有命 富贵在天 这是什么 这是真正的小辈 他在自己身体的 这个位置 有纹这样的一个文字 是中国字 生死有命 富贵在天 很漂亮 我觉得就是这个字体 然后我们再看看它 其他的部位 这个很好看 这个应该是有出处的 不知道有没有朋友知道 看这边 这边好像就是 黑帮王国系的 那个扑克牌 再看背面 背面也很复杂 就是黑桃的几张大牌 从十开始 十勾 嘎 鸡 尖 这是一张 铜花顺 这里我也给大家 顺便介绍一下 它的这个素体 素体呢 就是胳膊腿的部分呢 就很硬的 PVC材质 但是中间的这个位置 就软软的 就像一层皮一样 套在身上 整个胸腔 你看 这块是没有什么 衔接痕迹的 就是一块皮 而且呢 像空心的 就像它穿了一层 人皮一样 看一下关节 只有90度的一个弯曲程度 是因为它是单关节 这个我也比较理解 因为它身上的纹身很多 如果你这样 直接让它站跪的话 做成双关节 那就根本没法看了 根本就不方便 这样脱衣展示 所以为了让它脱衣好看 就只能做成单关节了 接下来看这里 替换的一件衣服 当然也不能叫 完整的衣服了 就是一个无袖的背心 外加一个大围裙 这个稍微有点血腥 但是我仔细看了一下 你又把它当成血腥的东西 它就是普通的图案 所以我就给大家演示一下 换上这套衣服 我们看一下这两个替换的服装 首先 番茄配色的小白背心 嗯 番茄配色 就好像是 番茄酱甩到你身上了 然后有的 痕迹大一点 小一点 深一点 浅一点 都有 你看前后左右 都有 然后看这一件 这一件呢 就是明显的 做旧效果 痕迹很重 可以隐约看到一些 类似于不辣的 然后干了 形成了一层壳 因为你看油亮油亮的 这个衣服我们就直接给它套上吧 番茄配色的背心穿上以后 就是这个样子的 我们再把这个围续给它套上 后面还有绳子 我会给它系一下 简单打理之后 再拿出来给大家看 其实你别说啊 这件衣服看起来挺简单的 但是它上身之后 我还真的挺喜欢的 挺合身的 而且非常有特色 而且这件衣服真的挺现实的 它让我们意识到 黑帮不仅有热血 有仗义 同时还充满着杀戮和死亡 因为这身衣服 不是代表屠夫 或者说它是个屠夫 但它屠的不是猪牛羊 那它屠的是什么呢 这上面的 啊不辣的是谁的呢 嗯 那就要庆祝我们的 配件商场了 一只小手 当然它不仅仅是小手了 它是 嗯 嗯 而且它有细节啊 我就这么给大家展示着看了 如果说这条下了的话 我会重新剪一条代马赛克的 所以趁着现在大家看一下 我们知道我们的小臂 这块是两根骨头 然后小腿也是两根骨头 你看像这个 这么看 一只打黑角 然后 小腿有两根骨头 然后到大腿的话 就是一整根骨头了 但是它没有大臂和大腿 所以只有这两个 再给它找一个容器 巧克力色 但其实是干涸了的血渍 这两个是 可以放在这里面 多残暴啊 还没完 这一坨 是什么玩意儿 像是一坨内脏 天哪 也放进去吧 然后这些是怎么砍下来的呢 屠夫的工具 长半斧子 当然很轻啊 PVC材质的 但是涂装呢 很像是木头加铁的感觉 这个根本就没有清洗过的巨刀 这里有一个把手 巨东西用的 这个 屠夫专用大砍刀 依旧做成这种木加铁的质感 但是特别的轻 而且还挺薄的 这就砍大块肉的 因为它很宽 不过啊 这些 也是小儿科 真正的重头戏在 这里 很难想象吧 这是一个大型机械绞肉机 非常大 因为按照1比6的比例 它至少是1米2的高度 而这款产品 竟然会带这样一个配件 我真的是挺震惊的 它还有一些可能性 我拿下来给大家演示一下 这里有几个按钮 似乎是电动的 但是因为我们这款产品 是不能装电池的 所以它没有什么电动机构 这里也是不可以动的 然后我们再看这边 这边扭了扭 不可以动 然后似乎是有东西 从这里出来 这边有东西 可以接一根管 我猜想还是接一根管 然后连出来 这些都没有什么稀奇的 它的可图性在上面 这里可以打开 然后看看里面 看得清楚吗 我换个灯光 差不多就是这样一个效果 里面如果转起来 它就是脚右肌的感觉 我没见过脚右肌 可能就是这个样子吧 整个这个脚右肌 我摸起来应该是PVC材质的 但是拿在手里特别的重 一方面就是它本身体积就不小 另一方面就是 它里面的这个内壁特别厚 尤其是它是有一种斜向下的 也就是这很薄 但是越到底下就越厚 大家可以看一下它这个原力 所以整个这一大坨 就是一个非常厚重的大胶 好了 雪腥的看完了 我们看看正常点的配件 这枪都属于正常配件 这枪很漂亮 是黄金枪 还有这种好像象牙手柄的感觉 但是它没有任何的可动性 也不能上膛 所以就只是样子货 这个是墨镜 绿色墨镜 半透明的 透过这个墨镜 我们还是能看到一点 背后的东西的 这个墨镜其实应该 在它穿风衣的时候 给它上身看个效果 但是现在我们也试一下吧 我们现在来给它戴上眼镜 确实是可以透过眼镜看到里面 但是看不太清楚 手型不是很多 除了它自己默认的两只手之外 还有三个手 是三个啊 不是三对 分别是两个戴手套的手 这是一对 一个可以拿枪 一个可以拿斧子 然后这个是一个握拳手 因为我们默认的右手 是一个拿枪手 所以它给了一个握拳手 倒是也够用了 然后手上呢 也有纹身 你看它这个 真人手的感觉 就还是动漫的感觉 好了 又回到我们这个杜宾犬了 其实我觉得它就像一个真狗一样 就是它不像是一个 美漫风格的狗 因为这么看呢 它就是一个标准的狗型 只不过它干干净净的 皮肤很光滑 然后脸上也没有什么 太多皮毛的感觉 我们给看一下 就是大线条 跟主人的头雕 意思是一样的 它整个是一个雕塑 是完全不可动的 身上滑溜溜的 然后这是唯一的一个可动的项圈 到时候可以连上一个链子 我们这个产品自带 这里有一点点抓痕 但是做得很生硬 然后小尾巴 小小的翘翘的 整个体态呢 也是标准的杜拼犬的体态 就是那种昂首挺胸的样子 好了 产品的部分基本上就介绍完成了 最后给大家定格在这样一个画面 也就是这款产品 比较与众不同的一个画面 为大家做总结 首先说一下 我对这款产品最直观的一个感觉 它应该是我 之前所有玩过的 甚至包括之后还没有出货的 所有黑帮文国系列的成员里面 最血腥 最暴力 最暗黑的一个 以前我玩黑帮文国 还是觉得 比如说头条很有个性 衣服很帅 黑件很丰富 黑帮生活很多姿多彩 这样的一个角度 而这一款它让我们看到了 黑帮的阴暗面 不为人知的一面 也是更真实的一面 反正我作为一个女生 如果你让我评价是 黑桃也好 还是草花也好 我会毫不忧郁地告诉你 我还是喜欢草花A 但是这款产品 确实有它的不可替代性 就比如说它的 很夸张的配件 你是可以利用它这些道具 来摆出很多场景的 而且这些配件 也没有什么专属性 不一定是只给它用 就像很多朋友玩的 什么德州电剧杀人狂 沉默的羔羊这些 都可以配这种配件 那以上呢 就是一个比较感性的认知 接下来客观地说一下 这款产品 服装呢是两件半 就是你可以给它 穿上外套 或者不穿外套 或者直接换这套衣服 大概有三个造型 再加上它的纹身道具 这样混搭一下 整体的可玩性还是挺高的 至于头雕 我个人觉得是非常出色的 尤其是这么看过去 好像还挺像真人的 不加狗的关架是1350 加狗再加300多块钱 总共一套下来是1700左右 当然预定还是有优惠的 这个价格 我认为在黑帮王国系列里 尤其是近两年 还算OK 因为这个狗 你可以选择不买 如果你不买狗的话 整个这一套 预定的话不到1300 这么算的话 这款产品其实还OK啦 因为黑帮王国 这几年真的卖的很贵 所以如果可以不到1300 拿下一款产品的话 而且还是一个S级的卡 那是OK了 不过狗狗380 确实有点贵了 因为它是一个雕塑狗 没有可动性 我觉得工艺不会太复杂 但是据我所知 买小贝的基本上都买狗了 可能是觉得它需要这只狗吧 配上以后也更合适 还有一个缺陷 就是产品的可动性 确实不是很好 就像我刚才介绍到的 它的胳膊都是单关节的 所以很多姿势是不可以做的 这个很难解决 除非你做成纯包胶素体 那就不是这个件了 最后呢 就是给大家一个 比较粗浅的购买建议 为什么说粗浅 因为玩具这东西 喜欢最重要嘛 你要是不喜欢 我也没什么好建议的 如果你之前玩黑帮王国系列的话 那黑桃A 大boss确实值得入 但如果你确实对这种漫画脸 完全不感兴趣 那么 整个黑帮王国系列 你就pass 看我视频就好了 那本期节目就介绍的差不多了 种草还是解读你说了算 我是金娜萌子 我们下期见咯 拜拜